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经关不了关不了政经论 论众们开箱还有宇宙政经学同学们大家好 周末愉快 今天要跟大家先讲一个好消息 这个是我们的恶观三的书 堂堂上市了 恶观三的这本书它的标题是 人类史上最大的学术诈骗案 台湾总统蔡英文与伦敦政经学院 而且这本书是发行中文跟英文的两个版本 我们要向世界10个以上的国家全面的发行 同时我们会让世界重要的媒体的工作人员 手上一人寄送一本 因为我们有英文版也有中文版 会向全世界揭露世界人类史上的 最大的学位诈骗事件 伦敦政经学院跟台湾总统蔡英文之间的联合诈骗手法 就在这本书当中聚细迷遗 这本书 这个弹文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现在我们看到楼梯下来了 这本书的封面就是证明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造假的 就是so the certificate for蔡英文 is clearly a fake 这整本书超过了400封的电子邮件 这个电子邮件明明白白的说明了伦敦政经学院跟台湾总统府之间互相的勾串 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学位诈欺的事件 却用各种手法用政治用公关的方法想要解决 但是只包不住火 相信在将近5000本的对外发行的书当中 我们会向全世界揭露 这个属于伦敦政经学院跟台湾总统府之间不可告人的丑闻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在乐天在Amazon在Google 我们都可以让大家可以订阅到电子版跟纸本的书 还有在美国的部分我们也发行了 另外在欧洲的部分当然不会漏掉英国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购买电子版也可以购买实体版本 同时也呼吁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赠书计划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一本书 赠送到全世界的重要媒体 跟重要的政治人物手中 当然我们在台湾候选人 包括立法委员 包括总统的候选人 我们也会把书寄到你们的服务处 你们一定要仔细的打开来看 因为这本书决定了年底选举的重要的胜负关键 都在这一本葵花宝典当中 好待会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选举前 可能你不是高雄第二选序的人 可能你也不是候选人的粉丝 可能你也不认为说 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 或者是说你希望国民党赢 民进党赢或民众党赢 那他什么党都不是 最可能赢不起你的兴趣 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媒体 没有人报道 没有当成一回事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这个故事我们先暂且不说 这个人是谁 我就这么告诉大家说 在台湾目前的立法委员选举 可以进入倒数两个多月的时间 快要进入两个月 突然有一个候选人 他一个四年都没有动静的案子 而且被递检署已经不起诉 突然在选前两个月 因为选情紧张 突然被起诉了 这还没完 他的后援会的总会长 突然遭到了检调的搜索 然后扣留证物 没有搜索票 直接的拘留积压 这个在台湾这个号称 民主法治的社会 当然我们知道 自己走了一趟司法 就知道台湾真的不是一个 民主法治的社会 竟然光天化日之下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人是谁呢 我要先告诉大家 也许你不支持他 也许你不想投给他 也许你的理念跟他不同 也许你是他的粉丝 我想在台湾呢 关心政治的人应该不会 不认识这个人 他是民事的前董事长郭贝宏 他要投入高雄市的第六选区的选举 这个选区呢 就是赵天林的选区 大家还记得10月23号 就是大概在一个月前 10月23号的深夜 赵天林的几张照片突然曝光了 而这个照片呢 是谁丢出来的呢 目前不知道 但是拥有这个能力 可以拍到这些照片 就是赵天林的亲中事件 能够拍到这些照片的人 显然不是一般人 他肯定是情志单位 可以从赵天林或者是赵天林的女朋友的手机当中 取得这些照片 我想这背后应该是一个经过设计的 国家级的机器动起来才有办法做到 就在这个事情影响高雄第六选区之后的三天 三天后 郭贝宏他就被起诉了 还有他的后援会的总会长 就被搜索调查 这前前后不到10天的时间 然后被羁押 各位不会觉得太奇怪吗 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说 赵天林出事了退选了 那很多海外的这些台派 亲绿的一些朋友们 很多大佬就联署说 希望赖清德作为一个民进党主席 应该把这些礼让给 对台湾民主有贡献的郭贝宏 结果赖清德不但毫不闻问 没有任何回应 反而是国家机器呢 就在赵天林退选后的两天动起来 把一个四年没有任何动静的案子 有关于这个就是郭贝宏董事长 在民事的时候 被乌龙指控的一些案子 却起死回生 就很快的在选前两个月起诉了他 而在十天之内呢 就把他的后援会的总会长 以莫须有的罪名搜索拘留逮捕到现在 你不会觉得太过分吗 可能很多人在看戏 因为民进党这个时候顺势不是推出了黄杰吗 黄杰吧 他是谁 我跟你讲 我真的连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可见什么 可见民进党呢 对于台湾早年对台湾民主有贡献的一些大佬前辈 是毫不秀锦 不在乎 而且国家机器在这个时候追杀郭贝宏 目的何在呢 我想这个可能要问问赖清德 要问问蔡英文 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知道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 论我们开上的同学 有支持国民党的 有支持民进党的 有白的 有蓝的 有绿的 有红的 我的观众群呢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群 非常非常的特别 有在中国的内地 翻墙看我们节目的 也有在海外的 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看我们的节目 而且常跟我们联络 那也有绿营的支持者 看我们的节目 当然蓝营的支持者 民众党的支持者都有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 是一个政治光谱分辈的 非常非常均匀 我看可能是台湾的 网路电视或者电视上 政治光谱分布的最均匀 均匀的观众群的节目 我觉得应该是唯一不是之一 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不过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是 我们不管这件事情的受害者是郭备宏 或者是任何一个人 各位想一想看 这样的事情允许发生在台湾 21世纪的号称 已经经过了三四次政党轮替之后的台湾吗 有些人可能不认识郭备宏 好我来用很短的时间来介绍一下 郭备宏是上一任的民事董事长 后来经过了民事中间的一个大恶斗 用一个非法的方式 把郭备宏逐出董事长的位子 郭备宏是台大土木系毕业 在北卡罗兰大学拿到了硕士跟土木博士 然后就留在美国 但是他在美国在1984年 在蔡英文号称他自己拿到了伦敦政经学博士的那一年 他在美国担任美国的台独联盟美国总部的主席 这个左右的国家在美国这中央部的也不时 他很高与美国安排 他们很高与美国的录江 中央保持宏的 那就是比较好 在美国高与美国的城市 这就是比较真的很高与美国的 这就是说 要美国的先从美国时 然后在美国前 如果来自然的国家 这就是个国家 要抓他 就郭北宏用了一個偽造的護照 就進入台灣 那進入台灣之後呢 他先預告他會在 周慧英跟盧修一的選舉證件場上出現 當天就果然如約出現在中和體育場的 盧修一跟周慧英的造勢大會中 全場沸騰 他發表了演講 他用了十個字說明他闖關的心聲 就是要下架國民黨建立新國家 他的十個字我很精準的看一下 叫做推翻國民黨建立新國家 現場就是一片的歡呼 等他演講完之後 現場佈置的數百名的陷阱人員蜂擁而上 要到台上去逮捕郭貝宏 結果現場燈光突然關掉 那在現場呢 包括台上台下的人戴起了這個上面寫著黑名單的面具 所以現場 一下子就變成了幾百個郭貝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陷阱人員為之氣節 抓不到他 郭貝宏從容的離開了中和體育場 到了1989年呢 他因為那時候台獨聯盟 遷回台灣 所以他就跟著返台 被關進了土城看守所 關了一年第二年呢 因為這個刑法100條廢除之後 才得以釋放 所以他是對臺灣有貢獻的民主人士 當然也許你不見得認同 也有人非常認同 他有很多的鐵粉 也有人不認同他的態度理念 不過 孔子曾經說過好像是梁慧王篇吧 說不以人廢言 不以言舉人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要討論的 不是一個某一個政治人物 而是說這樣的現象 在臺灣號稱民主的社會 他能夠被接受嗎 臺灣的媒體有人關心這一件 用司法來操弄選舉的事嗎 進段廣告 馬上回來 國家司法被要升官發財的畜生控制住 他們不依據法律要寫什麼就寫什麼 中正萬華立委候選人李慧希博士 用法律和事實 邀你一圈二套三捆 剷除司法二關 請記得訂閱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erved this scene, tell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the end? What happene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ive I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the daybreak could always sta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I can't feel the space I can't scream If I could always try to see it I can't feel the space I'm happy now I can't feel th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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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体恤 我作为一个候选人很辛苦 昨天晚上进到办公室的时候 才知道我的后援会总会长 陈乃靖先生被约谈 被判定积压而且境界 在这次选举的结束之前 大概陈乃靖先生是 再也没有办法为我做后援 除了这件事以外 我也才后悉 前天调查局进来侵入 我的后援会总会进行搜索 我现在第一个提出来的要求 我希望我们的调查局 我的司法单位 把那天早上 你们从法院所到搜索票 公租大众 你们更进的是什么理由 法官是怎么的准行你们 进到我的地方 这样事无忌惮的搜索 这么敏感的时机 那你们做出这么重要的动作 到底你们更进的是什么 你们选择在这个时机 把我的后援会总会长就这样的抓起来 然后还搜索了我的后援会总会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啊 你们有没有一些比例原则的观念啊 民进党执政党所提出来的后选人赵天琳 涉及国安事件 他不晓得泄露了多少机密 害得你们在这个地方 拍出一个不敢辞掉的议员 在这边参选 然后用全国媒体的支援 支援他这样的一个选区 你们却做出来 把我的后援会总会的这个会长 把他羁押到选举之后 然后这样的指控他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说明清楚 我们进检高雄是第六选区的这个立法委员 在不到十天的这个时间 候选人被正式的起诉 我们的进检总部的总会长 被抓去关到选举结束 然后我们的地检署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 天面的一面之词的在控诉他 我要告诉你 我为陈乃静先生的清白 我为陈乃静的先生 我一定会奋斗到底 台湾绝对不引起 像这样执政党公然的借用司法 借入先进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是论语的魏灵公篇 孔子说不以言举人 不以人废言 而且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是 在波士顿的犹太纪念碑上 有一个天主教的牧师 他是基督教的信义宗的牧师 叫做马丁尼莫拉二世 他在战后1946年写下的一个 first day camp 起初他们的忏悔诗 现在刻在犹太纪念碑 在波士顿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起初他们来到 他们要捉拿共产党员 我沉默不语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起初他们来捉拿犹太人 我沉默不语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来捉拿工会的成员 我沉默不语 因为我不是工会的成员 后来他们来抓天主教徒 我也沉默不语 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但最后他们起身来抓我 就没有人再替我说话了 这是尼莫拉 他在这个 因为在纳粹的这个时代当中 他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 但他沉默不语 他没有出来反抗 所以呢 他在战后做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忏悔 写下了这个first day camp 起初他们的忏悔事 好那今天呢 我要来看这件事情啊 我要这么说 一个曾经在台湾的推动刑法100条的废纸 对于台湾走上民主路有贡献的这个民主前辈郭备红 那姑且我们也不说他是对台湾民主有没有贡献 就是一个候选人 只因为呢 在高雄第六选区 原本看起来赵天霖是稳赢的 好所以其他候选人可能是来垫背的 但是因为赵天霖发生了这个亲中绯闻 使得高雄的选情呢 为之剧烈的变化 看起来对郭备红是形势大好 尤其是台湾有很多的知名的人都联署要求民进党 把这一席呢 离让给郭备红 可是没有想到三天之内 情治单位就对郭备红下手 好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 我们再看一次郭备红博士他的记者会 也许是大家体系 我作为一个候选人很辛苦 昨天晚上进到办公室的时候才知道 我的后援会总会长陈乃靖先生被约谈 被判定羁押而且觐见 在这次选举的结束之前 大概陈乃靖先生是再也没有办法为我做后援 除了这件事以外 我也才后悉前天调查局进来侵入我的后援会总会 进行搜索了 我现在第一个提出来的要求 我希望我们的调查局的司法单位 把那一天早上你们从法院所到搜索票 公租大众 你们更记得是什么礼物 法官是怎么的准行你们进到我的地方 这样事无忌惮的搜索 这么敏感的时机 那你们做出这么重要的动作 到底你们更记得是什么 你们选择在这个时机 把我的后援会总会长就这样的抓起来 然后还搜索了我的后援会总会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啊 你们有没有一些比例原则的观念啊 民进党 执政党所提出来的候选人 赵天宁涉及国安事件 他不晓得泄露了多少机密 害得你们在这个地方 开出一个不敢辞压的议员 在这边参选 然后用全国媒体的指引 指引他这样的一个选区 你们却做出来 把我的后援会总会的这个会长 把他羁押到选举之后 然后这样的指控他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说明清楚 我们禁选高雄市第六选区的这个立法委员 在不到十天的这个时间 候选人被正式的起诉 我们的禁选总部的总会长 被抓去关到选举结束 然后我们的定写署 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 片面的一面之词呢 在控诉他 我要告诉你 我为陈乃靖先生的清白 我为陈乃靖先生 我一定会混斗到底 台湾绝对不允许 像这样执政党公然的借用司法 借入嫌疾 好 郭北红呢 他在他的脸书上 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也许大家体恤 作为一个候选人很辛苦 昨天晚上进到办公室后 我才知道我的后援会总会长 这次是台湾 选举选到这个地步 台湾的政治机器 国家机器 竟然如此大拉拉 迫不遮掩 归络的脸书说 我现在第一个要提出来的要求是 我希望我们的调查局 我们的司法单位 把那天早上你们从法院所得到搜索票 公诸于社会大众 你们根据什么理由来搜索 第二法官是怎么准许你们进到我的地方 这样肆无忌惮的搜索 在这样敏感的时机 你们做出这么重要的动作 到底你们根据的是什么 你们选择在这个时机 把我的后援会总会长 就要这样抓了起来 然后搜索了我的后援会总会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你们有没有一点比例原则的概念 民进党执政所提出来的候选人 赵天林涉及国安事件 他不晓得泄露了国家多少机密 害你们在这个地方 派不出一个不敢辞掉议员的 在这边参选 然后用全国的媒体支援他 这样一个选区 你们却做出来把我的后援会总会长 把他拘押到选举之后 然后这样的指控他 他说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明清楚 我们竞选高层第六选区的立法委员 在不到10天的时间之内 候选人被正式起诉 我们的竞选后援会的总会长被抓去关到选举结束 然后我们的递检署违反了侦察不公开的原则 片面的向媒体控诉他 郭北红说我要告诉你 我为陈乃靖先生的清白 我为陈乃靖先生我一定会奋斗到底 绝对不允许像这样的执政党公然的介入 用司法呢来操控选举 好这个案子啊 我稍微了解了一下 他是在112年就今年的这个 10月26号被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叫做王又瑜 王啊就是老王卖瓜的王又就是 左边是一个单人旁 右边是一个左右的右 鱼就是周鱼打黄盖的鱼 新北地检署检察官王又瑜提起公诉 在选前两个月 这个案子怎么回事呢 这是4年前的一个旧案 新北地检署调查 郭变宏在担任民间全民公司的 这个民事董事长的时候 然后因为这个股东之间的纠纷 为了要篡位 所以一些黑寒跟一些不实的指控 这个案子呢 原本在新北地检署已经不起诉 后来高检署突然又发回在意 两年多完全没有任何动静的案子 就在选前的60天 突然的起诉郭背红 这个很明显 是一个政治指挥司法的案件 这个政策上是我们的 这些政策上就是 自由贸易谱 还是有一些政治是 整个战友一地检署 所以呢 这些政策就是 所以 wi-fi 一定会去撤查 因为权利同 这些政策的政策 就是今天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纯粹是因为 在高雄如果郭倍宏参选的话 他可能会上 因为赵天林的支持者 可能会把这些票转给 郭倍宏而不是转给黄杰 所以为了高雄的这一席立委 这个执政党竟然可以运用国家机器 做出这样子令人发指的事情 这真的是台湾社会 光天化日之下的司法抢劫 好那这件案子 郭倍宏被起诉什么 叫做行使伪造斯文书 还有背信 指的是他在民事董事长任内 被诬陷的案子 这个案子在两年多前已经不起诉了 高检署好事 又把他发回在意 为什么会发回在意 好我的法官的朋友告诉我说 这就是政府用来控制政治人物 或者控制他不喜欢人的方法 就是把一个案子就压在你头上 不动 可能几年都不动 要让你头上带着一个钢盔 跑也跑不动 走也走不了 在必要的时候 你不听话的时候 就把你起诉 所以这样的案子 我真的很难想象 在台湾到今天 还会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恶劣的手法 其实如果我们把它摊在论文门的事件上来看 就不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举凡揭发蔡英文论文门的人 都遭到了司法迫害 这其中包括了 童文勋律师这个案子也很好笑 童文勋律师参加了台北市的市长选举 结果就被调查局约谈了一整天 查他什么四五年前一笔汇到国外的钱 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这还包括了替我辩护的张静律师 不是也这样子被调查局跟奸 被检警跟奸 后来还要想要非法积压他 所以这一切可以再再证明 台湾的司法已经到了无法无天 必须改革的地步 所以进入广告之后 要跟大家介绍这本恶观的书 将要在世界各地全面发行 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ve surfed this sea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the en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Laffing but you don't feel alon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Not a bad breath but a race da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They're coming I'm What's the point That's there That's the point That's what they need That's what they need The light That's what they need You know That's what they're in 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宇宙政經學院同學 跟論文門開箱的同學們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說明的是 我們的惡觀三這本書 堂堂問世 而且惡觀三的推出 有中文版 有英文版 有中英對照版 我們要向全世界發行這本書 因為我們要向全世界揭露 人類史上最大的學位詐騙案 這幾個字就寫在我惡觀三的封面上 人類史上最大學位詐騙案 台灣總統蔡英文與倫敦政經學院 因為我們會寄到英國 會給英國的相關的政治人物跟媒體 在一個星期之內 我們會把這些書鋪到世界的重要角落 而且我們會寄到美國跟英國 還有歐洲的一些國家的重要媒體 好這本書是來自於 當然我們要感謝Michael Richardson 跟在英國的調查團體 Watchdog 他們透過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英國的自由資訊法案 向相關的單位調閱了 將近一千封往來於台灣的總統府 跟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還有倫敦大學之間的 合謀詐騙的電子郵件的往來 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斬釘截鐵 沒有任何的模糊空間 而每一封信我們都把它收錄在這本 惡觀三的書當中 當然因為信件非常的多 超過一千封 所以我們在惡觀三因為有篇幅的限制 惡觀三這本書384頁 所以我們大概只摘錄了三分之一的信件 也就是差不多400封的信件 還有將近六七百封的信件 我們還沒有翻譯 還沒有收錄進來 所以想必惡觀四惡觀五 會一本比一本精彩 不過惡觀三最重要的一封信 我們把它放在封面 這封信是從Clive Wilson 在2019年的7月10號下午1點27分 這個Clive Wilson 他的頭銜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圖書館 查詢經理叫做Inquiry Manager 他把這封信寄給了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學院的副院長幾個人 這封信的題目是President Tsai 好這本書最重要的一句話 到目前為止的這一本書 也是封面上的這句話 就是Clive Wilson寫給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幾個高層 他下的一個結論是說 So the certificate for 英文 Tsai is clear a fake And the UCL1 is almost certainly a fake 翻譯成中文就是說 他前面講了一堆事情 結論是蔡英文的畢業證書 是明明白白 Clearly a fake 是假的 另外倫敦政經學院 補發的倫敦大學 UCL1 is almost certainly a fake 這句話是說 他的補發證件的這本2015的證書是假的 Clearly a fake 很顯然是假的 另外一份幾乎確定是假的 那請問台灣的司法檢調跟政治人物們 你們還在演什麼戲呢 賴清德作為一個民進黨黨主席 你還有臉繼續選總統 你的黨員用了偽造文書的方式去詐騙學歷 已經被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明明白白的揭露了 請問你你們還在裝睡嗎 這本書你們可以上網去買 我覺得我要送給你呢 浪費了我的錢 浪費了我們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 論我們開箱的同學們的愛心 好這本書啊 一共有384頁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寫了一個前言 這本書要獻給那些四年來 因為調查台灣總統蔡英文 這本書又要獻給那些 寫了一個 入侵的大法文 一個人有限制這本書 我们要介绍的是英国Tribunal Court的判决揭露了 LSE提供的虚假的证据给台湾的法院 接下来消失的论文 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的启示 弹公式的紧急会议 LSE内部建议策略与决策 寻找真相 2015年的调查者 风暴的起源 1985年1986年学年休业规定的影本 LSE与总统府间的平衡策略游戏 机密的指示 伦敦大学的内部角力 时间的迷雾 1984年与2011年的交错 LSE的模糊策略 真相的封锁 LSE内部的真相与策略 三章证书的谜团 蔡英文学位宜云再起 黑皮书的谜团 台湾代表的LSE之旅 LSE的策略 罐头答复与形象的维护 妇女图书馆的谜团 蔡英文论文的存放之谜 LSE面对旨意的策略 他们说 这些通通都是假账号的攻击 这本书 我们同时还列所有论文门关系人物的列表 他们的姓名 他们的职称 他们的电子邮件 他们的联络方式 所以所有人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有正义感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写信 可以用Google translate 写信给这些 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共犯 好好的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而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已经把它收录在这本书当中 而且会向全世界的媒体 做第一手的揭露 好 这本书呢 一开始开宗民意 我们就先翻译了 英国的Tribunal Court的一个判决书 这个判决书里面有几句重要的话 就是明白的说明了 蔡英文的278页的学生记录表 所谓提供给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恶官黄伟 还有台北地方法院的那个证据呢 叫做The information we hold on fire 就是说这个278页 我们提供给台湾当作证据的那些东西 是意外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Accidentally 还有We cannot be certain that this information is accurate 他说我们不确定这个资料是不是正确的 那你在装校围啊 不正确的资料 不知道怎么来的资料 你竟然可以提供给台北地方法院 当成这个起诉通缺没收人家护照的证据 那你将来损害赔偿 你要跑到哪里去呢 第二句话是 他说这一些information provided by LSE in that email was likely inaccurate 根据他这个278页提供出去给台湾的这个台北地检署的资料 看起来哦 It's likely inaccurate 他说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正确的资料 很像是一个不正确的资料 This was based on a hurry view 这是根据匆匆一撇没有看清楚 of a scanned file 一个扫描的档案 that cannot be keyword searched 不能够用关键字搜寻的一个 scan 的档案 我们现在必须用回数到区域里的人 这些认识到目的性格是不理不锻匆的 我们从啊 除了这首的 faktor들이可以 19868 我放到 Government的游 UV which is the same 然后我总说 Romanian 在记者的身上和录像 directions 因此提供了看起来不是很正确的资料给台湾的检方 那就这样迷迷糊糊莫名其妙的我就被起诉了 就这样子迷迷糊糊莫名其妙我就被通气了 就这样子迷迷糊糊莫名其妙的我就被没收护照了 就这样子迷迷糊糊莫名其妙的我就要唱黄昏的故乡13年了 你也太客气了吧 所以我说我们这本书出来之后 我们的绝地大反攻就是追杀比尔 我们会在三个地方对你们做铺天盖地的媒体 以及司法的追诉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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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直接拜托订阅认 Um, Contber ihn主 valued in the Bitcoin 3' belki 基本就是我们的政rist 节目 打字 Grandpa vs cleans the iter! 我们的证书对象会包括美国的国会议员 会包括美国的大学校长 会包括美国的所有重要的媒体的重要人士 同时我们也会对英国的媒体 英国的教育界 还有相关的政界人物 我们会让他们人手一本 加入我们的证书计划 就要欢迎大家共襄胜举 大家可以透过捐款 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赞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把这本书 向全世界发行到每一个媒体 还有重要的大学 跟重要的政治人物的手中 当然台湾的部分 我们一样会让这一次参选的相关人 包括立法委员跟总统的候选人 你们会酌情的 有些人我们实在是不太想送了 其他人我相信你们会收到这一本 这一本如果你没有时间看 没有关系你就看封面就好 封面是恶观三 英文是Evil 人类史上最大的学位诈骗案 台湾总统蔡英文与伦敦政经学院 上面第一封信 把它放在这本书的封面 就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查询经理 Clive Wilson 他写给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高层的一封信 在2019年的7月10号下午1点27分 经过他仔细的查询之后 他对蔡英文的两份毕业证书下了这么一个结论 他说这份证书蔡英文的 是clearly a fake 很清楚是假的 后面讲的是说另外一份 is almost certainly a fake 几乎也可以证明它是假的 在台湾总统府跟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共谋的大骗局 就这样被拆穿了 而在被拆穿的背后 他们有几百封的电子邮件 被收录在我们的二官三的这本书当中 从这些电子邮件当中 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 想要用尽各种公关的手段 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 当然到今天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还是不敢站出来 没有道德勇气出来承认他们的错误 不过这些对话的内容被我们收集在这里面 当然要再感谢Michael Richardson 还有在英国的watchdog的团体 因为他们透过了自由资讯法案 才会取得超过1000封的电子邮件 那我们把这中间先过滤 先把比较相关的 先刊登在二官三的这本书 当然后面还有二官四二官五 将这1000封的电子邮件 完整的呈现在 所有关心公平正义的朋友们眼前 当然装睡的人叫不醒是永远没有用的 不过我相信这样的一本书 透过中文跟英文的发行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必然会引起一个重大的风暴 至于这个风暴最后会向政治妥协 或者是它会被揭露开来 大家要有信心 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它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个星期在选前 世界的重要媒体都会人手一本 二官三 那有英文的有中文的 所以没有看不懂的问题 好 这本书呢 我一开始就写了一个大事迹 而且你去扫她的QR Code 可以扫到蔡依依说她拿到1.5个博士 可以说她拿到这个Bloody Hell 所有的影像的部分 你用QR Code可以扫进去看到 蔡同学总统府发言人 还有她的那些爪牙们 是如何的为他们这个丑陋的诈骗行为 去圆晃 所有的影像 也可以在这本书当中获得 那这个大事迹呢 我是从2019年的5月4号 林环强教授 他先发信到 这个伦敦政经学院开始做询问开始 一直跨越了4年 到现在每一件 发生在论文门事件当中的大事 我们都记录在这个大事迹当中 而且呢 在这本书的一开始的部分 就是26页27页跟28页 有一个给读者的话 这个给读者的话呢 与其说是给读者 不如说是给伦敦政经学院 我们要严肃的挑战伦敦政经学院 28个问题 看你们怎么样的一个一个招架 这28个问题是第一个 我们的前言是经过4年半的调查 发生在伦敦政经学院 跟台湾总统府之间的奇怪现象 这是否符合学术标准 这是否符合逻辑 28个问题分别是第一个 伦敦政经学院允许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只有学士学位 而且专长完全不相关的领域的人担任吗 第二个问题是 两位博士口试委员都是伦敦大学内部的教师 完全没有校外的口试委员 这可能吗 第三个问题是 指导教授担任口试委员没有违反伦敦大学的规定吗 第四个问题是 伦敦政经学院博士论文从来没有被引注过 连自己都没有引注 可能吗 第五个问题是 伦敦的论文口试日期 可能如伦敦政经学院所说的 在1983年的10月16号 星期天吗 第六个问题 学生记录表中 1982年的11月10号 WD 后面关号 Financial difficulties 请问 WD不就是withdraw吗 第七个问题 withdraw的学生 有可能在接下来的第二年取得博士学位吗 第八个问题 伦敦政经学院的学生 1983年没有任何的缴费记录 可能在1983年口试 然后在1984年取得学位吗 第九个 2787页的学生记录表 出现的绝大部分资料 是由台湾总统府在2019年陆续送入的资料 这个可以用来证明博士学位吗 第十个 没有博士口试之前必须缴交的entry form 有可能进行博士口试吗 第十一个 一个学生1983年一月论文题目才被认可 经过五个月之后 就缴交了博士的口试本 这有可能吗 第十二个 一本论文口试完之后 完全不需要修改 这在LSE伦敦政经学院发生过吗 第十三个问题是 伦敦政经学院的论文 有可能目录页错79个地方 整本论文错了444个错字吗 第十四个问题是 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论文 acknowledgements有可能把指导教授的名字写错吗 第十五 LSE可以允许一本博士论文出现200多个 用铅笔修改跟修正义修改的论文吗 第十六个 伦敦政经学院可以允许一本博士论文 用不同的字形打字吗 第十七个 伦敦政经学院1984年的博士论文的注释当中 有可能出现1984年以后的文献吗 第十八个 伦敦政经学院可以允许一本博士论文 一部分向左靠齐 一部分向右靠齐 一部分左右靠齐吗 第十九个 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论文 可以允许一字不漏的从两本中文期刊 台大法学论从跟东吴法律学报 上面直接翻译多达200页吗 二十 伦敦政经学院在电子邮件中证实2015年的补发证书是假的 为何完全没有启动任何的调查呢 二十一个问题是蔡英文在她的自传中说 伦敦政经学院颁发给她1.5个博士学会是真的吗 二十二伦敦政经学院会允许一个毕业35年的校友 把自己的宣称的学籍资料送进学生档案吗 二十三伦敦政经学院可以接受一个毕业35年的校友 把自己的伪造资料送进学校的人事档案中 作为学历认证的根据吗 第二十四个问题是 伦敦政经学院可以把不知道在哪里取得的 不正确的资料提供给台湾的司法部门 当作证据吗 而不用负法律责任吗 第二十五 伦敦政经学院伦敦大学都没有保存蔡英文的口试委员相关资料 全世界图书馆都没有蔡英文的1984年的围缩胶卷 就可以替博士学位背书吗 第二十六个 1983年9月就回台湾东吴大学任教的人 有可能在1983年10月15号从台湾出境 参加10月16号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口试吗 第二十七个 蔡英文在她的资论中说 她的论文写得太好 指导教授和考试委员经过详细的讨论 究竟要颁发给她一个博士还是两个博士 最后颁给她1.5个博士 请问这是伦敦政经学院或者伦敦大学授予学位的方式吗 第二十八个 在伦敦政经学院担任台湾研究计划室主任的施方龙 曾经在2007年8月1号到2014年9月30号 获得一笔匿名的 而且是捐款中唯一匿名的48万英镑 指名捐给她个人的捐款 在整起的事件当中 她扮演什么角色 为什么可以穿梭在伦敦政经学院 跟伦敦大学的高层之间 这28个问题全部是指向于伦敦政经学院跟伦敦大学 当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之后 我相信社会各界来自世界的各角落 跟媒体人拿到这本书之后 必然会有一些像伦敦政经学院跟伦敦大学的询问 这将是开启论文门 黑暗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当这些恶官在台湾在英国 都将要被光照亮而无所遁形的时候 就是宇宙真经学院的同学们 跟伦敦开箱的同学们 实现公平正义的一天 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了 天快亮了 谢谢同学们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等待 在夜深人静的时刻 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天要分享的是诗篇的第一章 第一节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跟大家共勉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见 明天见 希望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